欢迎收看社会简报 降价200万卖房产只为美签 美领馆面签排队到明年 孙首席 端午节以后将迎来暑期旅游旺季 今年暑期出境游的游客最大的难题就是签证 尤其是欧美热门国家签证预约 现在已经是一号难求 像德国的话 能够预约到的第千日期已经到了10月甚至11月 整体上是已经过掉了暑假和国庆长假 这两个时间充裕的出游档期 要是现在开始预约签证的话 也许只能去过圣诞节了 降价200万甩卖房产 排队美领馆面签 网上一则上海卖房消息 顿时让小编破房了 好学区西缺两房90平米 988万求买价 低于市场价200多万 到底为啥这么急卖房 网友答 排队甩卖房产 拿到钱就出国 有在英国的网友表示 幸好前几年把上海的房子卖了 还有网友说 现在价格还在山腰 美领馆排队面签 已经快到了明年了 美国市暑期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目前的预约 更是直接被甩到了 11月和12月后 据美领馆上海面签预约网站 28日上午显示的数据 BBR旅游签证的 预约等待时间为128天 也就是4个多月 所以 如果这个月才想起来 要办签证 去欧美这些热门旅游目的地 等到签证到手 基本上就是去过圣诞节和元旦了 由于欧美热门国家签证预约困难 据协程的数据显示 从当前办理情况来看 暑期出境游以短线出行为主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马来西亚是暑期半签 五大热门目的地 至于长线出行 半签较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和英国 简陋完全靠运气曲线申请有风险 这两天 四川中路上的九市商务大厦格外忙碌 上海绝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签证 都在这里的VFS全球签证申请中心办理 虽然很多人都是一早来排队 苦苦等待到下午才办完 但其实他们都是能够赶上暑期出游的幸运 来办德国旅游签证的马小姐 年初就已经行动起来 我是三月份就上网预约了 抢到了六月底的名额来递签 真是太明智了 常规方法预约不上 又急着出行怎么办 递交荷兰申根签证的张先生说 就是尽量在预约的网站上多刷刷 有时候会有原先预约的人取消或者改期 你就有可能简陋成功 我一开始预约到八月份的 就是通过不断刷网站 捡到了六月的名额 记者昨晚就在瑞士申根签证预约的官网上 也刷到了今天下午的简陋号 否则其他预约时间都在八月份以后了 当然简陋的不确定性太大 而且不但是没有预约到的人在刷 不少像张先生这样已经预约好了 但希望能够抢到更靠前日期的人也非常多 由于不可能24小时都在网上刷 所以这个就是看运气和拼人品 另一个办法是选择那些不太热门的深耕国家 比如昨晚VFS全球签证申请中心官网上 匈牙利和挪威这两个国家都显示7月初有时间可以预约 高温枯数拦不住 每个窗口都在排队 美领馆面前排队到了明年 区签申请里最被青睐的是瑞典 因为瑞典在上海的短期深耕签证可以不用预约 准备好材料直接去签证申请中心排队就行 不过由于深耕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根据提交的行程 向停留时间最久的国家申请 而在无法确定主要停留国家的情况下 可以申请首先入境国家的签证 因此这样的曲线申请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发签证国不是你的第一入境地 或者是形成主要在其他的热门国家 就存在拒签的可能 或者拿到签证也有可能被拒绝入境 冲实在太火 上海人热情爆棚 每个窗口都在排队 很多人都是三年来首次 今年暑气游的热度 此前早有预兆 上海半签证预约已排到半年后 上海半签证预约一号难求警号等话题 最近总是冲上微博热搜 浦东机场从六月底客流持续攀升 而暑运的到来更推动机场人气升温 浦东机场T2航站楼出发厅内 几乎每个持机口都排起长长的队伍 游客去大阪 三年来第一次带小朋友再出国吧 还有网友在两天前从北京出境 在首都T3国际出发航站楼 看到人山人海 就像赶大吉一样的情景 被震惊了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三小时到机场 请继续收看社会简报 上海率先推出 中国又出新马 阿非 上海率先推出 中国又出新马 新冠疫情虽已结束 但类似于健康马的疫情追踪 及溯源工具经过改良和升级后 正被广泛使用 图为北京举行的信息技术博览会上 对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的宣传 上海将在健康马的基础上 推出城市马 上海大数据中心 通过一人一马掌握个人资讯 同时对企业也实施一起一马 此举是构建服务和管理体系 还是加强对人流的监控 新冠疫情虽已结束 但类似于健康马的疫情追踪 及溯源工具 经过改良和升级后 正被广泛使用 据中正网消息 记者从7月9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的 新闻通计会上获悉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下 正在加快推进随身马 向城市马的功能升级 构建一人一马 一起一马 一物一马全方位的城市服务 和治理体系 目前 上海已制定新版随身马 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 升级建设随身马运行管理平台 建立随身马全方位运行支撑体系 对此时事评论人士必新认为 上海城市马 作为防疫健康马的升级版 它的出现 无疑是当局为了加强管控 他周一对本台说 这等于是限制人们流动的新方式 进 一些场所的 门时候 如果你没有绿马 可能进不去 它会结合你所有的信息 比如你是信誉不好的人 你身体不健康也进不去 你有过激的言论 或者维权的诉求 也就是很多地方限制你进入 上海首创城市马企业 也赴马报道称 未来 上海将从三个方面迭代升级随身马 第一 深化个人服务 深化完善线下政务服务 看病就医 交通出行 文体旅游等场景 提供便捷一马服务体验 第二 企业随身马在信息公式 安全生产 服务推荐 政策送达 及综合监管等场景的应用 第三 对城市部件分级分类赴马 如公用设施 道路交通设施 园林绿化设施 历史文化建筑等 实现可监管 可溯源的马上管理 在三年新冠疫情时期 中国各地政府通过健康马限制 及追踪病毒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 甚至维权人士 而遭人诟病 上海新冠疫情期间 用来病毒溯源的护身马 被大数据改变用途后 将延伸到各领域 图为上海随身办 扫描建筑工人的个人信息 网民提供 此次 上海作为首个 即将实施城市马的城市 具有指标性作用 上海访民陈女士 告诉本台 她担心城市马 再次被滥用 这个就是维稳工具 疫情过去了 他们又重复 把这个马拿出来 就是对老百姓出现的监控 她搞这个马是升级版 一人一马 一测你 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太厉害 太厉害了 现在从上海开始 网民担心 个人隐私遭泄漏 有网民留言写道 在大数据时代 通过一人一马 企业可以查出应聘者身份 银行可以查到客户最近的活动情况 医院可以查到患者的就诊记录 及家庭财务状况 但有网民担心 城市马 被步伐之徒利用 除了公民隐私受到侵害 还会蒙受经济损失 早前已经有媒体报道 快递公司人员 将数以万计的客户信息出售 另有电话公司职员 倒卖客户资料牟利 类似泄漏个人隐私途径 让人防不胜防 请继续收看社会简报 李文去世 一条留言戳中无数人 一个时代轰然而去 翠皮先生 李文去世 一条留言戳中无数人 一个时代轰然而去 想了又想 还是要再写写李文 不想说他的婚姻八卦 不想写他缠绵难遇的疾病 想写的主题 只有一个 关于怀念 起因是在刷视频的时候 无意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 有人说 不是他的粉丝 也没听过很多他的歌 但却感觉很悲伤 这两天 身边人的感觉大多雷同 有人对他的了解 至于那首快智人口的 想你的365天 有人只知道 他是唱跳天后 最大的印象 还是以前电视上 整天播映的 好敌洗发水广告 但得知噩耗 除了震惊 心里的难过 更是像一阵阵泛起的海潮一样 难以排解 甚至失眠 这些年 我们多多少少 也旁观了一些事情 为何李文的离开 让人这样难以释怀 不单单是对生命的惋惜 一个网友的发言 也道破真相 感觉我青少年的某个时代 结束了 我们八十 九十青春的又一盏灯 被关上了 的确如此 我们提到李文 总是会不可避免地 联想到其他事物 千禧年 宝莲灯 华语乐坛 深奥成功 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 对大多数八十 九零后而言 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因为他而曾经鲜活 我们怀念李文 又何尝不是怀念耳机里 曾被他陪伴过的朦胧青春 流今岁月 繁华一改 最终让我们落下眼泪的 不但是私人一世 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离别 和终将逝去的青春年月 当熟悉的笑容不见 当熟悉的歌声不在 我们才恍惚明白 那个自己 曾生猛活过的两千年代 真的不会再回来 二 李文去世后 很多明星都发文悼念 最让我感怀的 是王力宏的一段话 他说 初见时 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少年 一路走来 陪伴着他成长 成名 英容笑貌 还是那么清晰 忍不住感慨一句 物是人非 两千年代索尼唱片的 一歌一节 如今却只能隔着生死怀念 其实 那段岁月 对于八十 九十来说 何曾不是一场宝贵呢 那个时候 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音乐软件 一张磁带 就能承载一整个夏天 我们会攒几个月的零花钱 买一张陶者 周杰伦 那时 周杰伦还不会以歌字称 他总是腼腆 用刘海 遮住半只眼 爸妈看了都会来气 唧里咕噜地唱什么东西 你只当没听见 哪怕听不清歌词 也要为喜欢的女孩 在歌词本上抄下一句 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 那时 陶者 王力宏 才是你心中的YYDS 课间嘈杂的教室里 你和同桌亨的是林俊杰的江南 少男少女的心事 也被孙燕姿 蔡依林 塞进了被你偷偷带进学校的MP3 如果人生有BGM的话 想起的是王菲 还是陈奕迅 又或是 你怎么也学不会 还愿意轻轻跟唱的别角乐语 那个时候 没有对未来的迷茫 没有成人世界的考量 你听着五月天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握紧双手永远不放 以为自己也会像歌里一样 活得横冲直撞 以为日子会永远这么过下去 但如今 再打开音乐榜单 你发现 再也没有一首歌 能唱到你心里 收藏家里 还是20年前的古早歌单 什么打榜 什么热搜 什么数据 你越来越搞不懂 为什么音乐的流行 要靠算法 而不靠走心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 你为什么再也不听五月天了 最高赞回答是这么说的 人越长大越明白 青春是青春 生活是生活 就像北岛诗里写的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 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在一起 都是梦碎的声音 曾经爱过的歌手 现在不是离开 就是只剩下的出轨八卦 我们有了家庭 有了事业 有了成年人 不可与他人言说的苦痛 才终于发现 青春的美好之处 就在与他的美好 不会重新来过 饭 前不久 在热搜上看到一个话题 90后的脑子 就是看这些电视剧坏掉的 一打开评论区 忍不住笑了出来 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多少人 曾经为了流行花园的 F4到底谁更帅和朋友 吵得面红耳赤 公主小妹里的飞伦海 又是多少少女日记本里的梦 如今却只有一地鸡毛 和数不尽的丑闻 那些年 美剧 韩剧 还不像现在这么流行 中央八套里的武林外传 家有儿女 能让你欢笑一个暑假 谁不会说几句里面的梗 小时候只觉得好笑 长大了才发现 那笑声里都是不如意的生活 原来人生的道理 他们早已经教过 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一样 还以为十年前是2003年 但其实 《还珠格格》已经25年了 连《甄嬛传》都是12年以前的老剧 国产剧越拍越多 但吃饭前 你还是习惯性地打开西非回宫 不是说现在的电视剧不好 我们也看了不少 人世间 父母爱情 这样的佳作 只是 说不清2000年代 到底有什么魔力 我们总是能从那些岁月中看到自己 看到暑假时 搬着凳子 在电视机前守着的午后 看到周末时 偷偷打开电视 在爸妈回来之前 记得散掉余温的少年 看到那个不用考虑车贷房贷 不用烦心于玩不成的 K-Pi的那个纯粹的自己 无数个普通的 不能在普通的下午 为多年后 一个恍惚的瞬间埋下伏笔 那时我们实在太过稚嫩 不知道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 已经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弹幕里满屏飘着的爷清回 仔细看去都写着一个主题 主题的名字叫做遗憾 人为什么总爱怀念青春 为什么害怕失去青春的标记 大部分时候 我们怀念的都是青春时自己的状态 害怕失去的都是少年时代的狂热与爱 四 在成龙怀念李文的微博下面 有网友说 成龙这几年的微博 好像都是在告别逝者 真是如此 陈牧圣 廖启志 曾江 李文 故人好似风中落叶 摇曳飘零 越走越远 从未如此直接地感受到青春的消亡 原来 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原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已经走到了少年时所梦想的未来 只是 你再也不会对哪个歌手爱的狂热 也不会再对哪个演员产生悸动 成年人的世界 每一刻都要翻腾不休 一切都在进步 都在往前走 我们不再用笨拙地翻盖手机 上网也不会只会玩4399小游戏 你可以在互联网上 得到几乎你想要的所有 三天就能倍速追完一部剧 但寻找美好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想往回看 不久前 央视请金龟子回来做了一期节目 他还是十几年前的样子 只是问候的话 从小朋友们好 变成了你们还好吗 是不是压力很大 有自己的开心和不如意 一句话 让无数成年人泪如雨下 那些过去的人 过去的剧 过去的歌 就像是一个个带你走向青春的通道 让每一个选择了泥沙巨下的去生活的大人 能找回片刻的自己 所以怎么能不遗憾呢 一代人已经离开 而一代人终将老去 如何释怀时光的逝去 如何接受青春的告别 似乎是一个人要用毕生去学习的课题 但我想 最好的办法 就是往前走 我们或许不再年轻 或许不再拥有天真与热忱 但我们能在与生活的争斗中生存下来 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家庭 肩上也多了一些责任 能帮自己去对抗时间的虚无 等你再回头看时 哪怕遗憾 也会更加坚定 未来的每一天 都要更加珍惜 更加努力地去活 少年安能长少年 海波上能变桑田 也许 青春不需要我们 用什么隆重的形式去怀念 我们只需挥挥手 感恩过它的存在 就是对生命 亦是对自己最大的致敬 谢谢收看社会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